因為我在世代運的時候破亞洲紀錄 大家就是整個亞洲區啊 世界的一些標槍選手 都會慢慢的關注到我這個選手 我的一個投擲的技術 還有訓練的一個模式跟計畫 然後他們就更了解 其實台灣很小 但是又人在默默的 不只能力 然後讓他們看見台灣 第一次比亞運就人穿那一次而已 那一次就是因為肩胛受傷 然後也沒有進到前八這樣 那我覺得是最大的遺憾 當然就是從哪裡跌到 就從哪裡站起來 就是現在自己我覺得自己的成績 不是已經跟亞洲圈在比了 已經是要跟世界各國好手 開始就是比較 所以我覺得亞運的目標就是要以多排為主 我覺得最主要最大的缺點可能就是在我的那個 助跑的那個覆點上 因為我在大阪那場比賽 那時候我是預估應該 八十四八十五應該是蠻輕鬆可以丟到 因為那時候我自己感覺到狀況也是很好 因為就跟在去去年的四大月的那種身體狀況是一樣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應該是還會比 就是應該是比去年的四大月的狀況還好 但是就是 在狀況好之下 你的那個 固點就是會跑 甚至到跑過頭 然後甚至到全部就是亂掉這樣 讓自己就是無法去調整回來 目前 身體狀況應該算是都OK啦 就是沒有太大的傷在身上 就有可能就是還是要持續做一些復健 就是來避免一些傷害的 冬季訓練完了之後到今年的三月左右 開始上強度訓練 然後好像發現了自己肌肉狀態很像沒有太好 然後結果就導致我受傷 就是上次在四川訓練的時候受傷 然後就是前面這面的東西都已經白費了 然後要重新再來過 對然後到現在已經請了瑞典教練來台灣指導我 然後慢慢的熟悉之前的課表之後 我相信就是在亞運會的這段期間 我能夠準備得很好